欢迎回到我的频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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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这一期的视频呢 内容非常的特别 因为我圣诞来我朋友家玩嘛 然后他是在纽约曼哈顿租了一个小公寓 然后我们大家就真的超级超级喜欢的这个公寓 所以今天想要跟大家做一个我朋友家的room tour 就是我觉得他自己把这个小公寓布置的超级温馨可爱 然后他是一个人租了一个studio 先跟大家介绍一下就是在纽约租房的一个情况 因为我自己是住在湾区嘛 所以我就问了一下我朋友 然后其实我这个朋友呢他很有意思 他也是从湾区relocate到纽约 因为他从小就有一个梦想 他想要当一个new yorker 然后所以呢他就在纽约终于租到了 这个自己非常梦想中的房子 然后我们几个朋友 这次来他家过圣诞的时候 我们看到了他的房子 然后大家真的都很想当new yorker 跟大家讲一下纽约租房的情况 因为这个公寓算是纽约曼哈顿 就是非常好的一个公寓 民间称为纽约公寓中的爱马仕 它整个公寓的location 其实是在曼哈顿的河边 就是他有不同的方位 可以看到不同的view 就是像他租的这个房子 是直接就对着帝国大厦的 就每天早上起来 就是那种人生赢家的感觉 这个公寓因为就是location非常的好 所以它的价格也算是 曼哈顿公寓里面比较贵的 比如说一个studio的话 它的价格是3000到5000到每个月 然后它会根据你的楼层 然后你看到的景色 比较大的一个range 因为现在是疫情期嘛 就大家知道很多租房都有很好的deal 因为很多人都想要搬离这种 疫情重灾区 所以就很多房子它会说 你签一年的合同 然后送你两三个月 所以现在来说的话 就是租房的价格 还算是比较划算的 因为它本来房租也会 根据你的淡季旺季 就会有一个浮动嘛 我朋友现在租的这个deal 还算是一个比较划算的deal 因为它这个studio 大概是500多square feet 但是因为楼层很高 它租的这一间是在42层 然后view就非常的好 然后采光也很好 白天看上去的时候 整个房间就很亮 然后房间就显得其实还蛮大的 我觉得是感觉是大于500square feet 反正就是一个女生住 是完全的很舒服很足够的 然后这个公寓因为又比较新 它好像是2016年才修好的 所以整个装修风格什么的 都非常的现代 看上去就非常的都市小资的感觉 OK那我现在就带大家去参观一下 纽约麦哈顿的这个高级公寓 一进门呢 右手边就有一个 这种线路式墙壁的这种小柜子 里面就可以放一些随身需要带的墨镜啊 然后信箱啊 钥匙什么的 然后进来这里就是一个长长的走廊 右手边呢这里就是厕所 现在大家去看一下厕所 厕所都装修的非常的现代 整个厕所的size不是特别的大 所以它这个洗手台上其实并不能摆很多东西 但是它下面有一些柜子的收纳 这边墙上也有 里面可以收纳一些平时要用的护肤品 冠状品 然后这里还有一个小镜子 右边就是一个淋浴 然后整个厕所是没有浴缸 只是唯一我觉得有一点点不是很方便的 就是它是没有门的 它这一半边就是空的 所以有时候这个水有时候可能会冲在这个地上 这里就是一个马桶 然后接着走进来 他们这里的空调都用的是这种nest的智能空调 就使用起来非常的方便 这里就是一个洗衣间 给大家看一下 你们可能有点饿 对一个就是洗衣机一个烘干机 上面目前就堆的是一些杂物 右边呢就是一个小厨房 我觉得一个人住的话 这种小小size的也是刚刚好 然后这个台面也是我非常喜欢的这种白色大理石 其实橱柜也还是蛮多的 但是它灶台呢是这种明火 但是只有两个火 可能就是稍微的比一般公寓的四个火的炉子 稍微少一点 这里就是它平时是用的咖啡机 送水壶 还有一些菜板菜刀 就摆在这个台面上 平时用的最多的 然后比较特别的是它这个是微波炉烤箱 一体式的一个机器 我之前都还没有见过 可能是就比较新一点的公寓 用的是这样子的厨具 这里可以设置 就是既可以当烤箱 也可以当微波炉 所以上面就可以多一点橱柜 然后有更多的储物空间 然后这边呢就是有一个小小的 这种island的小台子 这里我觉得可以摆几个高脚凳 然后平时可以一个人的话在这里吃吃早餐 然后喝多咖啡 再过来 其实一开始我都不知道 这原来是一个冰箱 长得很像那个橱柜的冰箱 给大家看一下 里面其实就是正常冰箱的样子 只是外面就是不太能看得出来 就是个冰箱 然后这边过来 还蛮适用的小餐桌 然后它是一个白色的圆形的 就是也会显得家具 比较的明亮 然后椅子它配的是这种四把透明的小椅子 然后size也是小小的 我觉得刚好就是有朋友来 也可以一起大家围着桌子吃一个火锅 然后这个桌子和椅子呢 都是在amazon买的 看上去还是蛮高级 我们再往这边来看 这里就是一个小客厅了 它的size也是小小的 但是因为在窗边 所以整个彩光和取景就是非常的漂亮 非常的好看 它配了一个这种小小size的沙发 这个应该就是一个 两人最多最多三人做的一个小沙发 但是我觉得很温馨很可爱 它这种布衣的坐上去很舒服 自己平时如果坐在这里靠着看本书 然后喝个下午茶 旁边就是地狗大厦 然后这样的冰 有没有一种人生赢家的感觉 然后这个小茶几和这个小沙发 都是它在cb2买的 然后这小茶几我觉得也是很适合摆 在这个小小的studio里面的 因为跟它餐桌椅很配 都是这种亚克力材质的 然后这边过来呢 就是它买的这个圣诞树 再过来这里就是一个它的书桌 它这个桌子也是在cb2买的 也是我非常喜欢的这个桌面 是这种白色大理石的桌面 我觉得最最最爽的 就是它每天就在这里工作 然后外面看到的就是这样的景象 再过来因为是studio 所以它就没有另外的一个房间 然后它就是摆床 就摆在这个位置 再过来它在床的 这边摆了一个落地景 这边就是一个walk-in closet 然后其实size也还是蛮大的 可以放蛮多东西的 每天其实就是在里面 换了衣服以后 然后就可以在这边看一下 自己穿的怎么样 然后就可以去上班了 OK那今天这就是我朋友家的room tour 就要到这里跟大家说再见了 大家喜欢这样的小房子吗 看了这个room tour以后 有没有大家跟我一样 都很想成为new yoker呢 因为我是弯曲来的嘛 所以可能确实比较土 所以可能很多在大城市生活的人 也觉得不过如此 OK反正就是我很喜欢这个小房子 大家不要忘记一键三连好吗 拜拜 拜拜